哈囉大家好我是美根 今天呢我想要來跟你們分享我在紐約的家 我在這邊總共住了半個月的時間 有租了一個MBMB的房子 所以就來跟你們分享說我這整個房子裡面長什麼樣子 首先你進來映入眼簾的就是客廳 這個客廳還蠻大的 有一個三人座的沙發 這個沙發非常軟就是這樣坐進去 就陷進去的那種 這邊就還蠻漂亮的畫 以及走過來這邊呢 它有一個蠟燭 這個蠟燭是真的可以燒的 它裡面的那個型是你真的可以點燃的那種 然後旁邊這邊的窗戶可以看到外面 像這裡就是我們在電影常看到的那種逃身體 就是你這裡如果打開出去 如果有壞人要抓的時候 你就要趕快跑到這個裡面就逃出去 就是像傑森斯達森可能會做的事情 再來就是這邊可以看到外面的街景 我們這邊是就是住宅區 所以外面的房子就是都是住宅 在這邊呢有個小餐桌 小餐桌上面呢有兩個 我不曉得為什麼屋主要放這個東西 它是那個就是就是那個 像是倒麻糬的東西 就這樣倒倒倒 而且他還放了兩個 可能是他個人的收藏吧 然後後面有個大鏡子 我覺得在客廳放這種大鏡子很棒 就可以讓整個視野比較開闊的感覺 讓整個屋子的效果看起來比較寬廓 在門的這一邊呢有一個廚箱室 就是放一些雜物 好過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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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走廊的部分也有一個鏡子 那我右手邊的這邊就是廚房 廚房空間沒有很大 可是也很夠用 應該有東西都有 像是這邊有咖啡機 烤麵包機 跟這個上面就是可以放食物的地方 像這邊就是我在這裡吃的東西 吐司啊麥片啊 咖啡跟巧克力醬之類 就可以放在這邊 這邊就是那個火爐 吸水槽 就是大家家都是一樣的概念 他們這邊都會提供就是杯子啊碗盤啊什麼 就其實什麼東西要有都有 還有保鮮盒 你如果要冰東西的話也可以 然後下面這邊也有烤箱 上面是微波爐 就是你要什麼都有就是很齊全 然後下面還有超級多的鍋碗瓢盆 你要在這裡烤蛋糕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裡還有刀子 這邊就是餐具 餐具它附超多 還有擀麵棍 就是 湯匙叉子 刀子 這一邊呢 裡面就更多東西了 有砧板 保...保鮮膜啊 還有開瓶器啊 刀子 還有挖冰淇淋的耶 也太多了吧 那因為我住的這邊有分三間房間 所以呢他們冰箱的部分 就會分成ABC這樣子 那我們是做B房間 B房間就是只有我們這邊 裡面就是我們的一些菜 這裡雖然有三間房間 可是目前就只有我們自己一家人住 所以就是B一個人 有放東西 再來這邊也有掛他們的月曆 他們上面的月曆的節日 就是跟台灣差超多的 當然啊 因為這裡是美國啊 就是它上面的Christmas Day啊 就是跟我們都不一樣 像他們 那他們是12月21號Winter 就是像是節日的東西 最近開始的 那他們這邊總共有1.5間廁所 一個就是完整的衛浴設備 你可以在那邊洗澡上廁所 那現在這一間就是只能上廁所 裡面打開呢就是非常標準的美國廁所 上面這個燈鏡是可以打開來的 裡面就可以再放東西 然後上面他們都會有燈 就是這樣整個廁所很冷 對這就是廁所 再來下一間 這邊有那個 它提供了超級無敵多的浴巾毛巾 下面還有乾淨的那個床包 就是如果有換人的時候他們就會換 那再來這一間 因為現在沒有人住 所以是鎖起來的 我們直接看一下這一間 那今天早上因為另外一組房客剛好全套 所以我今天就帶你們看一下這一間 這一間是這個房間裡面 這個房子裡面最大間的 它有一個雙人床 有很漂亮的畫 這邊這個櫃子 我覺得很有可能是IKEA的 因為 這邊 也是IKEA的 還有 再鑽鑽鑽 這邊 也是IKEA 這個椅子也是IKEA的 他們每一間都有那個walk-in的衣� 你可以直接擋進來 是不是很棒 我也想要一個人在台灣 我在台灣好像其實也可以 但是要把草屁擋掉 換下一間 再來 這一間就是廁所 它就是完整的衛浴 打開來 裡面長這個樣子 它有可以泡澡的地方 也可以淋浴 這邊連直 就是美國人的廁所 它們都會有連直 就是 防止這樣露出來 它鏡子一樣也是鏡櫃 就是它們都是可以打開來的 然後對 這就是廁所 另外這邊 這個就是 也是另外一個廚場室 裡面是放一些清潔用品 還有 掃把 吸塵器什麼的 我們一開始訂的房間就是房間B 所以我們冰箱的東西也都放在B房間 所以 第一個晚上 我們就是住在房間B 那B房間它其實也是非常的齊全 就是裡面什麼東西都有 很乾淨啊 櫃子啊 桌子啊 抽屜啊 抽屜什麼東西 都是很大很乾淨 那隔天呢 房東他就text跟我們說 因為房間C現在沒有人住 那這個房間比較大 它就說我們可以搬過來 所以我們就直接從房間B 住到房間C來 所以這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 好 那就帶你們來看看 我在紐約的閨蜜 好 這裡就是我的房間啦 我的左手邊這邊有張雙人床 它們的床都很舒服 適中不會太軟也不會太硬 旁邊有個小茶几 上面就放一些每天會用到的東西 還有個小台燈 這個桌子也是IKEA買的 所以如果你們想要找類似的桌子的話 就去IKEA可以找到一模一樣的 旁邊這樣走過來 然後這邊有張小書桌 旁邊有個衣櫃 上面就放一些日常會用到的化妝品啊 保養品 就一些小東西 還有我的行李箱也擺在這邊 上面這裡有一個昨天買的餅乾 是在CVS買的 CVS就是有點像是我們台灣的7-11家 區城市綜合起來的一家商店 然後在街口的地方都有 沒有到我們7-11的外套 但也是很多家 這邊就是我的衣櫥 他們的衣櫥都是整面牆的 打開來就是你可以整個人走進去的 裡面就掛一些我平常每天在穿的外套啊什麼的 還有寶寶都放在裡面 好那以上就跟大家分享說 我在美國住的家長什麼樣子 希望你們會喜歡這個小小的room tour 不對應該是house tour 整個家都被你們分享了 那就是這個樣子 如果你們喜歡這部影片 請幫我點個讚 那如果你是新朋友 還沒有訂閱過我頻道的話 可以點下面的紅色按鈕 點下去就可以訂閱我在 每個禮拜三不定時 跟固定禮拜五晚上八點鐘 看到最新的影片喔 那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